新開的飲料店門口 掛著大大的紅布條 寫著開幕期間買二送一 但卻不見客人上門 因為日前這家飲料店 爆出消費糾紛 因為民眾在開幕期間 到店裡購買兩杯65塊的 木瓜牛奶 沒想到結賬時 價錢卻漲了10塊 贈送的飲料也只是 便宜的檸檬汁 讓民眾相當不能接受 這樣就有點不太老實 就是沒有 很誠實啊 那你日又寫小的話 這樣子做的話 應該不會久 我們沒有寫說送木瓜牛奶 每天送的東西都不一樣 民眾神氣PO網表示 現場沒有任何公告 也沒有口頭告知 認為店家利用文字遊戲 惡意欺騙 網友也紛紛留言 批評店家廣告不實 本來要去買送檸檬汁就算了 才剛開幕最素黑化 店家趕緊換上新的告示牌 但民眾都不買單 廣告不實的案例層出不窮 之前有民眾拍下市場告示牌 大大的標價旁 寫了只有綠豆大小的半斤兩個字 不仔細看根本看不到 消保管表示店家不實廣告 可依法開罰五萬到兩千五百萬元 民眾購物前可多做詢問 避免發生爭議 記得朱定榮謝水 來基隆報導 敬及發生後 啟動作為 敬虜 敬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